好 鏡頭轉回到國內 帶您來看到這起行車糾紛 就發生在高雄的潔頂 兩名駕駛人是為了按喇叭 爆發了衝突 當時直接就把車子停放在 馬路正中央煞車來吵架 甚至騎士還拿出身上的辣椒水 直接朝對方的臉一陣猛噴 駕駛猛按喇叭 不顧車還在馬路正中央 立刻停車 打開車門就罵後方騎士 讓對方一肚子火 雙方駕駛氣不過 索性把車停下擋在路中央 怒氣沖沖上前朝對方理論 兩人吵得不可開交 穿著紅衣服的汽車駕駛 突然朝機車騎士吐了一口口水 機車騎士不滿 立刻朝對方臉上狂噴辣椒水 但汽車駕駛還是揮舞雙手 想要上前理論 辣椒水不斷朝臉上噴 讓汽車駕駛整個招架不住 19號晚上高雄駕定南定橋附近 一名歐姓駕駛跟騎機車的周姓騎士 發生行車糾紛 兩個人爆發衝突 汽車駕駛揮拳攻擊 騎士甚至拿出辣椒水朝對方的臉 一陣猛噴泄憤 雙方在路中央停留衝突 約莫兩分鐘 涉及刑法傷害公然侮辱的部分 那個互相不提出告訴 雖然兩個人沒有向對方提告 但把車隨便停在大馬路影響交通 可能造成危險 因此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各自吃上罰單 接著姚文華蘇一婷開單報導